采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生活方式是其实 也是圆门拓波 真正有智慧 有道德 有学问 他采取这种方式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他教我们什么 愈远无增 愈事无求 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 所以他的心多清净 多快乐 心里头没有忧郁 没有烦恼 没有牵挂 生活过得那么简单 越是简单的生活 越健康 采迦牟尼佛注释 实在是 他可以随意 他能长住时间 可惜我们一般人疏忽了 没有齐情 求他多做十几年 我们疏忽了 魔的其变 魔王波寻 见采迦牟尼佛 要求采迦牟尼佛 赶快灭渡 不要长住时间 这个魔来要求 佛爷点点头 打印他了 采迦牟尼佛是这么走的 这个事情 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 我们为什么不请佛注释 普贤菩萨 是大愿望 是愿里面 就教导我们 请转发轮 请佛注释 我们偏偏不请 被磨去请 这是我们的故事 佛给我们这个警惕 这个里头两桩四起 第一个 清净善知识 这个机缘 稀有难逢 一定要紧紧地抓住 第二个 要请佛注释 要勤转发轮 舍在讲 普贤菩萨 舍在愿望 这两条是 是主要的 最重要的 勤转发轮 就是讲学 前面的四云 就是改过